2月14号情人节即将来临 单身的你是否曾动过念头出租自己呢 男安商报抽样调查 年龄介于19至28岁 男女比例各为100人的学院生 发现男女年轻人看法差很大 包括大马出租情人费用 比新加坡约780令吉的定价来得低廉 男女对出租情人的接收度 也比新加坡来得低哦 调查数据1 性爱不能租 各100名男女生调查中 男生只有20人 女生更是仅仅8人 在出租情人服务中呢 能接受性行为为其中一项服务 其他人完全不能接受 调查数据2 帅美就免费 在残酷的调查中发现 无论是男女 他们出租的开价 介于最低100令吉到最高1000令吉之间 甚至有调查者表示 只要对方的外形不错 还能免费送出自己呢 调查数据3 男女不想被租 只有33名的男生和21名的女生 愿意被出租 成为别人的暂时伴侣 另外男生一致认为 出租的时间也不宜过长 最好一天内速战速决 调查数据4 男女观点有别 男女调查者对出租情人的态度差很大 女生认为出租情人不能获得真正的爱情 并觉得跟卖身的行业差不多 但男生却不这么认为 并形容职业不分贵贱 出租情人是好是坏 就看涉及其中的人 他们的态度和所作所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